观察市场行为 品味多工变化 大刀之简 财富加免 大家好 欢迎来到JBCrypt频道 今天来分享这一天 比特币昨天快速下跌 一举跌破了原本的高点 前奥位置 和我们的整理相提顶部 30800左右 快速下跌跌破了 后市怎么探讨呢 还能不能涨呢 还是能一路看空呢 好 那如果你是喜欢消息的朋友 今天来分享这一天要看完 对你帮助 好 如果你是第三个视频 请点击影片下方链接 加入社群 毕竟行情分析有需要性 如果你想找到最急消息资讯 还有一些光点补充 这些东西 好 学习档案 公民学习参考 那如果你想要加入的话 怎么做呢 点击链接 加入社群 点击加入 好 那如果你想跟我私聊 这样的VIP社群 这些点位 更多学习档案 这些东西 第二点击点击之后 可以私聊我 好 他说 我想加入VIP之类的 好 我想学习啊 看得到怎么 OK 这私聊的一些方式 那回来盘面看一下 目前呢 在这个价位啊 其实在 2908这个位置 没什么操作的 这边要等待他做回撤 回撤上方 找空点 或他下去了 就做多信号 做多嘛 目前他再次发的箱体呢 一样又回到这个 低落高空这个 无线循环的区间内了 所以这边呢 我们看一下 目前在这个区间内呢 放出非常巨大量的 打了下来 目前是数量反弹 可能走一个小结构吧 回测上方可能是 3万 3万2百 或三万个区间嘛 就抓上方 上方 大概是个 302.0左右 这附近 你去看看会怎么走 看到这个 数分钟 看一下 短级别上 那这边走了一个 可能走一个 两推三推吧 来测试上方的这个压力区 估计来下跌 那如果你想接空的话呢 是可以尝试在 上方接一笔空的 你的止损怎么放 止损可以放在这个 我们看一下 四小鱼图 放在四小鱼图 这个放量阴线的高点 附近 大概30750左右啊 所以呢 做空的话 可以放在这边 好 所以如果你要 进入空单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这边水平也是不错的 比如说你进场在 3200好了 3200 那 止损放在30750 止盈放前低 下方嘛 前低或是 往下看 2188 或下方这个 绿子向底 原本的支撑位 所以还是一个 大概1比2.5左右 1比2 1比2.5左右的一个损益比 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看到你们给到啊 那如果没有反弹接下去呢 就不错嘛 好 目前的话呢 就这样做探讨 昨天的高位 做了一笔 多难 小福音以后出掉了 大概赚了 300个点 300到400个点 不是什么大盈利啊 但可惜是说 跌破下来的时候 并有追空 原本是有个 看多率息的 原本看多啊 就是原本预期 它是会在下方这里 这个 30600左右 得到支撑 跌破后呢 我们没有去做任何操作 应该是追空的 下次啊 这是给自己一个检讨啊 跌破之后是 顺衰是没有问题的 想太多了 就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预期 看涨的预期 并没有去做这样一个空单 这边做的话 基本上随便非常好 我们看一下 这边 其实没非常好 就是还可以 如果你预期它不会跌破的话 你的支撑放在 31800 那你的指引放在 这个 30500吧 大概1比1左右 还是可以的一个操作 但是 没接入到 毕竟原本并没有预期的话 可以直接跌破 这个 相对的高点 这个3600 不预期会跌破 它后续跌破了 好 这个是我个人要检讨的东西 就是没有去 介入的空单 是可以介入的 好 这个部分 变明显嘛 看 这个是一个前高点 同时也是个日线级别的前高点 日线级别这个高点 31328 你看 高位构成一个箱体 构成箱体 爆量跌破 怎么不追呢 对不对 虽然 目前跌到这里 如果我们时光倒流到这边 我们并没办法预期出来 它会跌破这里 到这里 大概率可能会 止跌啊 怎么样的 后续被跌破了 虽然还是比较有一个过度主观的意识 导致说没有做到空单 它比较可惜一点 不会没关系 这个他说检讨一下 就说 下次虽然情况 是应该可以追进去的 好 这里是讲 这个行情部分 虽然没有做到亏损 小专利比 但是可以做到空单 还是可以把握住的 那这边的话 既然没追究的话 也没关系 等待反弹就可以了 等反弹 有话反弹上去 再歇空就可以了 只能看到这个 效率相提 大概302880左右 OK 这附近 那你 接空的 接空的点 大概是 30300吧 30300 这附近 也就是上方 这个红色 这个下领区域啊 会是你可以 接空的位置 好 目前讲这边 那以太坊呢 以太坊是走了一个 还蛮漂亮的 受到这个 区域线的压制 压制后呢 下跌了 目前也是 走了一个 弱势的反弹 那弱势反弹后呢 市场还会跌嘛 再靠去就可以了 目前的话还没走出来 目前讲这边 那如果你想找到 最新的消息资讯 和更多一些点位 操作 准致损这些东西 或学习 帮我们最近的这个操作啊 我们讲很多这个 学习档案啊 这些直播课程 如果想知道 更细维的课程内容 学习这些东西 学习渡饭技巧 那你就一样嘛 点击我们 影片下方链接嘛 加入社群 好 或是聊我都可以 放下来好懂 那我们下期课见 拜拜